我们再来看到A股方面 回想到2016年黑色系走出了大牛市行情 但是在5月单月也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性的跌幅 而今年的情况也是似乎也是在市场达到兴奋点的时候 遭遇到了政策调整 那么究竟A股后市会如何表现 相关问题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 东莞正确研究所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博光先生 桑林你好 Niva你好 我们看到在一季度内地经济形势好转之后 政策方向上面似乎是出现了一些调整 于是也是反映在了二级市场上 那您觉得这种影响还会持续吗 好的 从国家对于资本市场从整体的一个晴雨表 或一直到了金融性经济性 那么看来到从资本市场来拉动经济整体的发动机的模式 那么显正的这种长远一种观点 事实上是会持续不会改变 只是在短期投资者对于投资一种判断 以及一种过去的一些思考一些行为 还是存在的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在获得政府一些政策 不管是财政政策或是货币政策的一些好处之后 以及激励之后 却形成了对资本市场产生的一些减失 所以目前是形成了资本市场企业主 以及投资者三者之间的关系 毕竟是没有跟政策去产生同步的 不过没有同步也很正常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季度的资本市场是属于大副厂长 但是首季的整体的一个经济的成长率 又是由这个固定资产所创造 所以说对于一些经济原始的原来的面貌 事实上还有点存在 我个人认为在长期的一个政策部分 不管是从减税降费也好 或是一些养老脱贫 以民生依归的等等也好 这种方式会继续 而且还会不断的扩大 但是意志在发展的方向会在于强调 比如说房子是用住的 不是在用炒的 或是科技发展等等一些程序 那么这些都是还会在继续的 对于外部经济影响的部分 我想从通胀的一个角度 货币政策是比较受限的 但是对于小微企业定向降准的一个部分 这一部分还会是会大力支持 不受影响 所以企业的一些 不管是红利制度 对于投资者要做一个改变 这是一个主要的选择 简单来讲 就资本市场经过第一季 一个大幅上楼之后 那么对于观察第二季度 由内部以及外部是否去连接 那么会成为第二季投资 一个策略跟要素的一个之一 那其实杨先生我们也关注到 在上周上证50下跌 而A50却是上涨的 这样的一个分化表现 说明了什么呢 另外我们也知道 MSI下个月就要再纳入 A股权重5% 那对于未来增量的一个流入 会不会也是有所影响呢 好的我想每个月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 都是许多的一些品种 在海外市场的结算日 那么以外之呢 进入A股市场不断的一个增加筹码 那么买进股票 当这个买入较多的股票之后呢 其实不可能只是在单一市场的 去做一个买进 卖出再等待买进的一个时间 它一定需要有一个避险 虽然目前呼声300 已经开始逐步做一个放松了 但是国内由于呢 外汇并没有全面一个开放 所以使得外资的持仓部位呢 它会选择一些 其他的市场来做避险 那么以这个新加坡A50为例 那么就是它一个主要避险的部分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上周五上证50的部分 那么是产生下跌的 那么但是跌幅还到达1.2左右 但是对于新加坡的一个A50的 一个股指期货呢 是一个小跌状况 甚至于在于收盘盘后部分 是呈现一个上升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那么就变成两个市场 存在一个差异性 表明当外资满进A股之后呢 在新加坡市场 做了一些避险的一些部位 而这避险的部位 那么产生两者一些不协调 不协调的话就变成了 如果在现货跟 集货同步下跌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到 其实呢 外资在于新加坡A50 它有把这个空单去平仓 甚至于有做多下个月 转仓的一个可行性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甚至于呢 新加坡远越期的一些合约涨幅 还是比较多的 对于这样的现象 其实随着MNC 今年的5月 8月 11月分别要调高 A股那股新市场的一个品种 全数来看 事实上这种的操作 避险动作呢 未来还是会在于持续当中 所以说对于投资人呢 我们必须要很习惯这种状况 当然除了A50之外 甚至我们还要观察在其他全球市场 与A股相关一些品种 比如说境外的一些 A股ETF基金 或者是与人民币 期货相关的一些 台湾期货交易所 那么甚至于还有透过 互甘股通资金流露的部分 那么可以从QV RQP这种直接申请的模式呢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参考 作为我们操作的一个依据以及策略 那说完这个宏观面的表现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板块方面 目前这个A股的板块 轮动性是比较明显的 包括前期比较热门的这个工业大麻 还有春山股之类的一些热门板块 今天也是纷纷的杀跌了 那您怎么来看待 近期A股的一个板块的轮动性呢 好的 事实上陈如主持人所说 近期的板块实在变化很大 而且选择相当难度非常高 一方面是来自于每年的一个四月 其实四月底都是去年财报的 一个最后公布的一个截止日 就加上了第一季整体一个财报 以及资本市场怎样增量 到底是否做吻合的一个匹配状况 甚至于财报部分 与多优异者其实一早就公布了 那么比较差的最后丑媳妇 还是要见公婆的 那么对于原本预争的 又有转投资公司 或是一些海外公司 一些情况 产生油营转亏的一个变脸的情况 那么这种另一方面对于这种题材的部分 我想不只是这样子的 其实不好补助部分 那我们就以工业大麻为例吧 那么其实它分作0.3%以下 跟0.5%以上有成瘾 非成瘾性跟成瘾性 那这种区分 那么这种甚至于跟合法种植 或是医疗部分 还是全部合法或是政策 加工许可 其实全球都有一些不同 那么虽然投资者初期都是以概念的为之 所以以板块间的轮动 个人认为这个时候还是要追踪市场 整体参照市场走势 是否同步的一个策略 那么当前的市场是属于一个宽幅震荡 是否修整 还是属于一个区间 那么如果刚好又遇到了 衍生性商品一个结算 最后交易日 那么是否结算会往上走 所以说这00种种都要做 进行近期的一个分析 以及做策略之一 我们就拿新加坡A50为例子 那么这时候跟我们所说的一些 上证50或是50ETF 或是新加坡A50 虽然之间有一些权重的一些差异性 但是其实可以把它做风向标 如果我们把细分来看 就以上证50为例 其实里面的一些成分股是以金融比较多了 当然金融又分为银行券商以及保险 那我们就要知道他们真正的含义 如果以银行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属于利差型的收入 或者是以保险来讲 越有死差 利差 废差等等的一些差别 如果以券商的话 这个时候其实不管是从 是以头部券商为主 或者中小型的券商为主 甚至于还有A股跟H股之间的一个差异性 所以说这个时候 因为市场走势的原因 所以我们在做板块之间的一些策略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些情况都拿入来 作为一个吻合 那么如果我们做好这个策略 当天的盘市如果跟我的走势又不吻合 其实大家应该要放弃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去修正自己 因为市场永远是对的 在盘中不要轻易去改变 随着这个热点去改变你的策略 这样的话反而容易去犯错 那么这一点的话是投资者 必须你在操作的时候 必须要很谨慎 以及感到市场风险所在的一个重要环节 很宝贵的投资经验 好的 非常感谢Sunny 杨茂光先生这一节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 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见